大家好 歡迎來到這個《芒向快報》的時候 今天就是這個2020年3月17日星期二的下午時間 我們這個下午有一宗新聞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感覺上好像不套不快 有時候不要抵抗那些人這樣的 這宗案可能就是會審查一下 我們純粹用這個事件來分析那個態度 或者那個道德也好 我們到時在留言區大家一起討論 這一節有我許留生 還有馬來西亞馬來勁 大家好 還有現在雖然是下午時間了 已經吃飽晚飯的紐西蘭義德台洋 因為跟我們有時差 好了 記住大家like這段片 留下言 最重要是訂閱這個邦向編輯部的youtube頻道 還有曬冷氣 正響部三個頻道 記住繼續支持 大家如果看到這個封面人物都知道了 兩父子都可謂叫做 像是馬 正邦碼頭 正邦碼頭 即是你押了上來 到我就是我的 到你就是 你押了押了 爸爸就在台灣 燒肉丸 之前都有好幾宗事件的 之前也有官司 因為那個財務還是哪裡 那些股權的問題 又有些官司 那立刻好呢 有什麼真的倒下了 關門大吉 裡面的東西就不知道怎樣了 那跟著蕭玉丸那方面 還有很多奇形怪狀的東西 又宣佈想退休再退休 就像譚詠麟那些 不是 張國榮 我不是說張國榮不敬 張國榮那時候說過退出江壇 後來又再出來 但是當然 蕭玉丸和張國榮 當然是差很遠的級數 兩回事 是啊 那就是兒子 蕭定一 哇 今天又有一則新聞 不是大家 你可能說 是不是假的 還是真的 還是針對他們兩父子 不是 是 我們純粹用一個叫做看這件案件的事 我們純粹再分析當中的問題 那說什麼呢 蕭定一 原來旗下有兩家公司的秘址 拖欠 投影系統的費用 入品就被人追 就一百四十一萬 他 先看看 我們秘雪藏 叫做急凍嶺 急凍嶺的真bc 就都在我們的群組都說了一句 蛤?一百四十一萬? 他不是沒有錢嗎? 那麼我們馬上也會了解他究竟是怎樣的 2019年10月22日的時候 2019年 記住了 都是差不太久了 2019年10月22日 有沒有半年?沒有好像是嗎? 沒有半年 沒有半年 就說什麼呢? 有新聞就這樣說了 蕭定一 1.978億 就沽了一個複式的單位 遲課三年多度加案 轉手賺了4700萬 哇 什麼意思? 4700萬 你賺了4700萬 但是你竟然走 這個叫什麼? 欠款的投影費用 就是一百四十一 一四一 是不是? 就是他們很討厭 看到這個一四一的數字 所以故意不給還是怎樣呢? 那我們講一下這單 是不是? 那我們講一下吧 所以大家覺得怎樣呢? 就是你有賺 賺四千多萬 你賺了四千七百萬 但是你拖了一百四十一萬 你覺得是一個什麼心理呢? 當然我知道 台仰和馬來勁都不是一個這樣的人 那你覺得是什麼心理呢? 不如馬來勁先說吧 有點輸打贏要 輸打贏要? 是啊 我賺就要賺盡 欠你的就遲些才還 是不是這樣? 遲些才還 咦? 那跟他爸爸的生意好像會賭米呢? 喂 你不容易還的? 不要 他是想借給別人 錢他是想借給別人 是啊 我就不會還錢 台仰你覺得呢? 一個賺了四千七百萬 但是又不肯還回一百四十一萬的人 究竟是怎樣呢? 什麼心理呢? 首先呢 他之前賣樓賺 可能是他私人或者其他公司裡面賺 那跟他這間 原告這間公司可能就沒有關係 嗯 嗯 如果在這樣底下呢 其實就兩間公司 兩個公司 就沒得這樣混合來計 但是 有些人呢 就覺得那間公司 可能覺得沒什麼前途了 又撐下這麼多街數 哎呀 告就告吧 告他了 那本屁咯 不還咯 可能這樣咯 一百四十一萬 應該真的不是一個什麼數目 是吧 這麼少錢 我們覺得一百四十一元差不多 是咯 那 那 剛才 台瓶說了一種 叫做 有錢佬的口吻 喂 公司的事 不關我事 都在公司 抓住他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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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再存一個立刻島 這間公司 是吧 嗯 就是 那個 叫做 個人那個 那個叫信譽呢 你覺得 他 還緊不緊張的呢 究竟 就是那個 那個信譽很緊要 我 我認為他 不是太在意的 最緊要 在 跟銀行之間 那個信用額夠高就行了 那 台瓶呢 所以 馬雷瑾怎麼看呢 他好像 沒有什麼在乎 好像有些 你告就告 我就拖就拖 看一下 誰支持 律師費 上庭 那些東西 就拖 看誰想 嘩 這些 真是 大聲 我覺得 這顆 燒肉丸也很大顆 就是 那顆肉丸 就拖來壓死你 我感覺 哈哈 你知道嗎 你知道嗎 我們說多一點 這件事是怎樣 但是聽起來相當氣憤 這個 這個 叫做 它有兩間的電影化學公司 被指 在戲院上映了36部港產片和外語片之後 36部加起來都很多 對不對 沒有醫藥 沒有根據合約 就給兩筆 加起來 一百四十一萬的這個叫做 copy的費用 Virtual Print 3 所以給一間相關的數碼頭影設備公司 入品追債 因為其實之前都試過叫他們還錢的 但是又不還 這間公司也挺有趣的 跟著就說 入品追債 向法庭說 叫他們 連本帶利 你和燒肉丸計算利息 沒有試過 我老爸 借多少錢給人 你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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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你copy來播 你可以說多少 我copy你來播 你有什麼成本 你抽給我 你不尊重這些版權 那 我就想一件事 如果別人去你間 等於你去你間店裡吃東西 吃完東西又不給錢 是吧 那動力會有一點點像 是一樣的 吃東西不給錢 吃霸王餐一樣 就是 恃自己 那條數很厲害 那就可以 你咬我會 吹一下 你看看它 那條數是2011年和2013年 這麼多年前的數 那條數 那是很久 是很久 是很久 這些 那條數不找 就是 人渣 之中人渣 你這樣做生意法 第二天 人家就怕了跟你交易 是呀 你想一下 11年和2013年 那裏 那裏 這麼多年都不還給別人 搞得有人笑上法庭告你 就是 哎 已經給你了 已經 我覺得真的是 是吧 他平時都不少 找個老爸幫忙 都很簡單 又不是什麼大數 是吧 是呀 奇怪 他自己都可以 他自己都有 不是 問他老爸先借 會 二還財務就行了 行不行 是吧 哈哈 是不是想駁他 告到 還不起 破產 就是清盤 就算數 都 這個 我估計 這個 這個法律上 或者他們究竟玩些什麼 才技 那當然 他們兩父子 那個超越 都熟的 是的 因為他們有一些 他們可能有一些 叫做 想法 你將你 叫做 超越了道德的底線 那你們會想到一些 我們想不到的 你覺得他們兩父子 做不做得出 可能有機會 我絕對會 為什麽做不出 真的很可憐 你想想 11年到13年 那時候 一起想想 這麼多年前 那幾萬 百多萬 好像都買到樓 還是怎樣 是不是 拖了拖了 那些錢 就這樣 是啊 那我們說一下 有些什麽電影 好嗎 入品狀子 原告 已經和港九多間戲院 提供了相關的數碼設備 這些戲院 亦都播放了 由兩名被告 發行的電影 包括新聞 導火線 29加1 這次是29加1 上載你左右 櫻桃小丸子 櫻桃小丸子的背後 原來有血有淚 還有 真的不幫 不幫 不有血有淚 第一滴血 中極血戰 真是 嘩 何知第一滴 嘩 真是中極血 播那條血 播那條片 自己都放了血 真是慘 還有 這個 白宮淪陷三 天使淪陷 這套很新的 這套 唉 真的 這個 叫做 還有一期 三十六部 港產片和外語片 是不是很丟爸爸的搞 爸爸經常都說 自己 那些劇 或者那些 戲 做得很好 不撈的 是不撈的 電影的傳奇 竟然那個 兒子 都是不撈的 不撈的 不撈的 你知道抓數方面 抓數那邊 不是 欠款 那方面 那個欠款 是不撈的 是 我想應該都幾破紀錄 二零一年十月 他不是想 橫跨十年 再耗耐一點 就算了 當大家 忘記了 就算了 憤不治都不用 抹走它 不用當憤不治 大家當 沒再提就忘記了 跟八萬五一樣 哈哈哈哈 其實可不可以自己 私底下 再叫做 溝通一下 可不可以 說一下 我們有別的方法和解 可不可以 給一些 我們燒肉丸的 券 你呀 現金券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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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是 想起好現金券 那些 嘩 沒有人的 又要找人 那些 追討軍別的時候 幫我追討賣這些 都很大件事 我覺得這樣 真的大 究竟他的心態 為什麼他們兩個這樣 對於 是不是學了肥佬那些 那些誠信呢 他們不是太過在意 我發覺 只是發覺 那條素 找到好處 找到人的好處 這些 雞毛蒜皮 還要人家拖了這麼多年 好身 你這傢伙 炒了他 對不對 那些肉丸 越滾越大 剛才馬來勒均都說 哇 那些戲很新的 可能他繼續簽 即繼續播 會不會呢 因為那套 第一滴血 都是去年的戲 我也是在戲院光顧的 是嗎 不是在香港戲院看的 不是在這裡 不是在戲院的 但是 你看一下 你做生意做到這樣 如果你那間是旗下藝人的嘛 嗯嗯 人家都害怕了你這間娛樂公司 你的藝人怎麼辦 他這間娛樂公司 是娛樂的藝人 都耍藝人的 真的很娛樂 真的很娛樂 還有 原來 他被人追溯 他都被人追溯 有一宗新聞是這樣的 我們細數一下 整個脈絡 把蕭定一的習慣 究竟是怎樣 他自己都有 他旗下的公司 都有追歌曲費用 後來官都判了華納勝訴 然後賠二百十萬 那些這樣的 就是 他 他之前也搞過一些叫做 音樂串流平台 是不是 那個名字 就免得說 都 講了大家都 講了大家都沒聽過 那些這樣的 就被指 拖欠了華納 二百十萬的錢 哇 就是慣犯 就是這樣拖人千筒 其實跟侵權沒有分別 是啊 這麼不尊重版權 就等於你爸爸的戲 如果亂被人抄下來買 或者那些書 被消失的八十年 如果有人說 被消失的八歐年 再下來買 那行不行 他的書是不值錢的 老實說 抄到他都不會介意的 我們值不值錢呢 一件事 我們要尊重版權 就算他裡面那本書 真的完全沒有看 例如那些 什麼 香港什麼 香港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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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跟現在的香港的命運 是完全相反的 我們都要尊重他那本書 你當作一個故事 創作故事 嘗試再說 就說 這個華納的子公司 就在18年的時候 應該就入稟追討他的 說他們 原來不找數 債播歌又不找數 那些 好像對於那些 很無形的 叫做版權上的東西 是 打個黑痴 對於人家 哇 你過了嗎 我拿來播一下 播一下 播一下 又不會割你的肉 是不是 對於這個版權 如無物 他簡直是 是不是 其實可以順便告他侵權 即是他又不找數 又欠錢 又告他侵權 那就好 即是兩票 告完他 那就乾淨一點 我可能 我猜了 我可能簽了 是給他 叫做 給他播的 就是 版權上 可能是未必的 但是你簽了 又不找數 那同侵權 真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啊 所以呢 台英說得對 所以 法庭後來就說 喂 你這樣不行啊 你這樣 你不要不找錢 所以叫他 delete delete 那個 是 即是他的server 還是什麼 什麼東西 是不是雲端 應該 就delete 華立 那些歌 中邀 將那些版權的作品 就歸還給 給回華立 即是不准他再播 那些 哇 即是要法官 兜兜兜兜他 才叫做 才肯 才肯 承認 他肯認而已 但是他有沒有做 那一回事 這個要再看看 究竟有沒有 應該就要的 要不然呢 就 都 幾糟糕的 哇 很厲害啊 他 他這些 什麼都有啊 即是你一間 自己以為 即是娛樂公司 原來就是 娛樂他人的公司 哈哈哈 娛樂過韓國業記人 有這個 是娛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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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娛樂公司 哈哈哈 都不是娛樂 是娛樂 即是他 娛樂 別人等自己很有娛樂 是嗎 是的 即是他自己有娛樂 即是 如果這些呢 我們說回剛才那個 即是說他沽了那個 屋 複式那個屋 賺了4700萬 但是你 這麼多街數 即是周身這些街數 拖著又不走 等人過的那些 哇 就是被人就也就到 那些叫什麼 即是衰点說 生子都當是那個 可怕的 生子都不見了一個屁股那些 哈哈哈 不知道怎樣 不知啦 耶 那麼小朋友無罪 就是我舉例 即是那個 被人詛咒的那個模式 大概是什麼呢 那個 那種的 關於啦 是啊 用什麼來詛咒你 不要這麼沒那麼可憐 其實是很痛苦的 如果你做生意 追債的那些呢 追債的那些呢 追人錢才是罪犯 是啊 你做了些事情 你付出了努力之後 給他一張單 他又拖著你 他又好像當沒有收過那樣 這種數字就是最痛苦的 因為不是每個都好像有財務公司 可以隨時找有勢力的人士去追人錢 一般是正當人家做生意 就給你一張單 到時候希望你會結帳 誰知道這傢伙就耍賴 搞得要上法庭了 都還在耍賴 才離譜嘛 不還財務啊 叫什麼 不還財務 可以去這間二環財務 有沒有這些幫人追債的服務呢 我找他二環財務追債 再追回去 找蕭若元追回蕭定一 行不行呢 多一點服務費 追不到都要收服務費 就是變了九折 十份一 你追可能追1440萬 我收你14萬一 假設這個不是真的 收你14萬一 我就幫你追到 不是蕭定一 不是蕭定一 是蕭一定 一定有消息 一定有消息 有消息 一定有消息 最新消息 最新消息就是肯還錢一下 不知道是否可以 這個挺過癮的 希望他們 如果真的要賺錢就給人 這個 回出去玩了 這個 配合自己爸爸的公司的名字 對不對 沒理由叫不還財務 這樣就不行了 大家來試了 都希望了 希望大家 大眼識人 做生意都要 都明白的 生意難做的 可能你看到 哇 爸爸是蕭若元 蕭若元 應該 一定 信得過吧 一定信得過 一定有消息 怎麼知道 哎呀 希望大家 記住了 做生意 我們最重要是誠信 或者是 叫做 過得人家 過得自己 還是怎樣都好 好嗎 沒錯 希望大家 都可以平平安安 都明白的 現在生意難做 大家 撐住 好 這次時間來到這裡 拜拜 拜拜